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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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门课内容的部分主要会涵盖三个部分 第一个的话是针对扩散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材料的這個特別或著重是在固體方面 所以是diffusion in solid 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則是化學反應 chemical reaction 第三個部分的話是phase transformation 所以這大概是簡單是我們的這個課程 我們這邊課程除了正式的上課時間之外 正式的上課時間之外 我們的每個禮拜二的晚上 每個禮拜二的晚上7點到9點會有這個演習課 OK 會有演習課 那會有這個我們的這門課程有一個講師 是那個博士班的這個學生温偉倫 不過因為今天他剛好請假沒有辦法過來 那他會主要的這個演習課的話 是會講解就是課程裡面的習題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可能會有那個小考的考題等等 這些的這個講解 那另外因為就是說在這個上課的這個 因為有限的這個時間 所以有一些比較是 就是比較細的這個內容 詳細的這個內容 比如說有一些這個公式的推導等等 那像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會是在演習課裡面來去進行介紹 OK 那另外的話我們這邊就介紹一下 我們這門課有三位助教 這個主要就是要改你們的這個作業 還有這個小考 然後還有這個期中考 那通常的話期末考的話是我自己來改 那我們這邊這邊介紹一下 這個來你們三個都到前面來吧 讓大家認識一下 那他們的這個辦公室 就是在那個材料實驗館 這邊有沒有人不知道材料實驗館在哪裡的 就是在我們材料隔絡館 在那個電梯那一邊那個門出去 到對面那一邊那個三層樓的 那個就是材料實驗館 那他們的話的這個辦公室 是在材料實驗館的306 材料實驗館的306 那我們這邊三位的話就是 這個你們的最左邊這邊的話是藍俊燕 那是那個碩士班二年級的學生 那中間這一位的話是陳立齊 那也是碩士班二年級的學生 那這一位的話是那個賴文浩 那也是碩士班二年級的學生 那我跟你講他們三個的這個 當時修課的成績都相當好 所以如果說你們覺得不敢來找老師的話 沒有關係你們去找他們 那我相信他們都會很樂意協助你們 OK 好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來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這門課的主要的參考用書 OK 那我們這門課主要介紹的內容 大概是來自於三本書 第一本的話是Belafi Kinetics and Materials OK 那這一個的話 我這邊剛好今天我有把那個封面 把他弄下來 所以他大概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OK 這個的話Belafi他是那個MIT的這個教授 OK MIT的這個教授 那其實Kinetics在材料裡面 它其實涵蓋的範圍非常廣 OK 所以其實早期我們一直在就是說 有沒有一本合適的這個教科書 OK 那這一本大概是當時 你可以看到這是2005年初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找到這一本 Kinetics and Materials OK 可是這一本的話是相當厚的 所以我大概不太可能把所有的內容都講完 那我大概就是說 針對裡面這個主要的這個部分 我把它這個結錄下來 然後我有進行那個講義的編寫 OK 所以你們在這一邊的話 等一下我會介紹除了這個教科書之外 另外還有兩份這個參考的資料 OK 然後我會告訴你 到哪邊可以去下載 好 那這是第一本 Kinetics and Materials 我們大概就是說 一半以上的這個內容 大概就是來自於這個Kinetics and Materials 我們剛才講了三個部分不是嗎 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那個Diffusion Insulated 所以很大的絕大部分都是來自於這一邊 那第二部分Chemical Engineering的話 則是來自於這個第二本的這個參考書 OK 第二本的這個Lavanskyo 這個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OK 那這一本的話 我們主要用在我們的第二個部分 我們會去介紹Homogeneous Reaction 跟這個Hetogenous Reaction 大概就是來自於這個第二本的這個部分 那第二本的這個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這個封面 大概像怎麼樣子的 OK 這個 就這一個 OK 這個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OK 那再來的話是那個第三個部分 第三本書的話是Phase Transformation Phase Transformation in Metals and Aloys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主要就是針對第三個部分 我們講的相片化的部分 Phase Transformation 那會有一些內容來自於這裡 然後還有一些內容是來自於第一本的這個參考書 那這個第三本這一個 Phase Transformation in Metals and Aloys 我這一邊的話 我自己的書是第二版的 所以是綠色的 綠色的封皮是這個樣子 那我查一下其實現在已經有那個第三版的 OK 第三版的變藍色 OK 這個好像這個 這個是藍綠對決嗎 OK 好 這就是第三本 第三版 然後也是我們的第三本的這個參考用書 所以你可以以這個圖書館我相信都有這些的這個書籍 你可以去圖書館借閱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說明一下各位同學大概比較關心的 就是我們這學期的 我們這一門課程的這個成績是怎麼樣去評定的 那在這門課裡面 我們大概就是有分小考、期中考跟期末考 這大概是它的這個分數的比例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小考勒 小考的次數我們大概是 至少大概是要五次 OK 大概說五次到六次 然後大概原則上大概是每兩個禮拜 我們大概會有一次 那這個目的其實是希望各位同學 你覺得這個不要等到期中考 或者是說這個期末考、這個大考的時候 才來去念書 那我肯定的跟你講 你如果說你的念書的這個方式是這個樣子 都是等到期中考或者是這個期末考再來K的話 那你覺得會是這個沒有辦法應付的 OK 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也會就是說一樣 大概每一、兩個禮拜 我們都會有那個Homework Homework assignment 那基本上這個Homework assignment 我希望的是我給你們 那你們努力去做 那你們也可以交回來 助教也會幫你改 那在這邊我不計分的這個原因是 在這之前的話其實我們是有計分 可是從助教這一邊改的反應 其實有些同學就是抄一抄而已 那我想這樣的話對你的這個學習的幫助 其實是不太大的 OK 所以我這一邊的話就是說這個是讓你練習 然後在我們的演習課也會去 這個 講解這些的這個習題 OK 可是做不做這是看你 那我只是說在我的這個小考 我期中考裡面一定會涵蓋他這些東西 OK 那你願意做 然後你交到這個助教這一邊來的話 助教也會幫你改 OK 好 那當然還有一個就是說 最後我想同學很關心的事情是 最後會不會調分 OK 那我根據以往的我的這個慣例大概是這樣子 我大概就是說前面的這個高分的 我大概就是調到99分 就是這樣子 OK 然後你可能就是大概在這個及格邊緣的 我大概就是按你的這個normal distribution OK 可能就是下一個標準 就是低於這個標準成績 其實低於一個標準差的 大概這個範圍裡面 基本上是 我們認為其實你可能稍微在邊緣 可是基本上你對這個課程的吸收 也掌握了相當的這個程度 那我想我們是考慮就是讓你通過 那可是你如果說超過一個標準差以上 像這一種就是我們認為可能可以逆 可能還是必須要再回來再努力一下 OK 好 那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的那個評分的這個方式 好 那接下來則是就是說office hour OK 就是基本上 就是說出了剛才我講的 你可能可以私下 就是說用email或是用電話跟我約時間 然後這個來問問題之外 另外的話就是說 通常我星期三 我下課之後 我還會留在辦公室 這段時間就是固定的 你有問題的話 我都很歡迎你來我的辦公室 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就是office hours OK 那接下來到現在問題我先問一下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跟針對就是使用的參考書 然後我們評分的這個方式等等 OK 好 另外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是研究所的課程 那有一些的同學的這個背景 可能是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你的大學可能是不同的科系的 OK 那沒有關係 可是上這門課的話 我希望就是說 如果你之前沒有修過這些相關的課程的話 那至少你先去找 你可以問一下你的同學 OK 材料系的這個同學 那就是說去找出這件書 第一個的話是engineering mathematics 工程數學 OK 這邊有多少同學沒有修過工程數學的請舉手 沒有修過工程數學的 OK 所以有一兩 或者是說你有修過類似理學院 是不是有這個高等數學還是怎麼樣子的 就是說在這一邊你所需要的技能 大概就是你看得懂微分方程式 你知道怎麼去寫微分方程式 就是建立這個微分方程式 你知道怎麼去解微分方程式 這樣大概就可以了 OK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是熱力學 我想如果說你是理工背景的話 理工背景的話 你們應該都上過這一個基本的這個熱力學 OK 有沒有人沒有上過熱力學的請舉手 OK 不用擔心 你舉手也不會說要扣分或是怎麼樣 我只是說了解一下你們大致上 你們的這個background大概是怎麼樣子 OK 所以如果說你都有上過熱力學的話 我相信你來上這門課 就是有一些這個 基本的名詞啦 一些概念啦 我想你可能可以比較容易的接受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也沒有關係 你只要就是說 就是這個大學 大學物理的 這個裡面也有這個熱力學 OK 就是這些基本的概念 你如果已經有的話 那我想這個也會有助於 你來這個 學習這個動力學這門課程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則是這個 Physical Metology 物理野精 OK 這個在材料系 如果說你的under是材料系的話 我想你們應該都修過這門課 或者說這個課程裡面的這個內容 你們應該都接觸過 那這邊課程一樣在材料系裡面算是一個相當重的課程 只是說現在課程的名稱可能不見的是物理野精 它可能分散在許多的這個不同的科目裡面 包含比如說你可能會學的是 經濟結構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結晶繞舍概論等等 OK 這個是要對於就是材料的基本的經濟結構一些初步的了解 或者是說這個缺陷 這個經濟體裡面材料裡面它的缺陷 比如說dislocation ground boundary 等等這些的defect 那你有一些粗固的這個概念 那另外還有Face Diver 像圖 那像圖你可能會在熱力學有學過 或是說在物理野精這邊有學過 那當然之後你可能對於一些 物理這個相變化 Face Transformation的這個現象 也會cover在這一邊 所以你如果說已經對這一些 有一些初步的了解的話 我相信你對於 再來上這門課的話 那個這個進入了那個門檻 就可以大大的這個下降了 OK 好 那所以如果說之前沒有修過這些課程 那至少你要去找出這個相關的這個課本來看一下 那你如果有問題的話 那你會歡迎你來找我們談一談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就稍微這個大致上介紹一下 就是 你們可以先離開了沒有關係 OK 就是記住他們的臉 OK 那你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那個就去找他們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先放這裏 好 那我們接著來看 就是這個課程的Outline 就是我們大概課程的內容 我總共把它分成 11個Lecture OK 11個Lecture 那我們會有對應的這個 PowerPoint的這個檔案 那在這一邊的話 我相信如果說你們現在已經註冊了 那你們的那個資料已經在我的這個名單裡面的話 我相信你們上個禮拜應該都有收到我寄的Email OK 就是關於這個Syllabus這個內容 然後還有就是第一章的講義 就是哇 那個PowerPoint已經轉成這個PDF的這個檔案了 OK 那我沒有一下子全部給你的這個原因是 因為那個講義我是一直在修改 OK 因為常常甚至 你們等一下看到第一章的這個講義 都會跟你們收到 因為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原因是因為今天早上 我自己在背課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有一些東西我再修改一下 可能會對你們會更好一點 所以 不過基本上大致上的這個內容就在那一邊了 所以你們來上課之前 我希望你們一定要 好好的先把這個 這個要上課的這個內容稍微勾輸一下 也許有一些問題沒有關係 帶著來這一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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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